太后让皇后安排嫔妃轮流侍奉 皇后称皇上的病是会过人的 如此恐怕会连累六宫 自省独自是急 太后感慨皇上夫妻请身 答应了皇后的请求 皇后日夜守在皇帝身边 将后宫之事让家妃照顾 众贫分们都想到皇上面前 是急争宠 却没人愿意出头向皇后言明 互相推诿 谁也不想做出头鸟 一欢看不惯众人的行为 独自离开 去安华殿为皇上诵经祈福 为了皇上早日痊愈 一欢不顾他人劝阻 冒雨将金帆挂在院中 皇上醒来 发现皇后侍奉在侧 皇后带来了为皇帝熬制的粥 亲手为皇帝服下 皇后有喜的消息传到各宫 一欢感慨每次自己失省后 皇上都会送来做太药 可自己却从未有子嗣 一欢认为是自己的男 才会更加珍惜这个孩子 妇查夫人称 皇后年纪已经不小 这个孩子便是妇查室全足的希望 皇后表示 自己会竭尽全力保下这个孩子 不会让皇上和额娘失望 家妃害怕皇后生下嫡子 慰藉自己和四阿哥的地位 宫女提议 家妃可以想办法再次遇洗 给家妃的五字戏 走进了家妃的房内 其太医为皇后照爱 这时纯贵妃诞下公主的消息传来 皇后稍感放心 同时家妃也遇洗两月 皇后命人送上礼物 和靖公主来看望皇后 公主称自己是嫡出 与庶出的公主不同 若是皇后娘这一胎又是位公主 才与自己相同 皇后连忙指责她 称自己这一胎一定是一个阿哥 太后也为皇后感到高兴 同时也为义欢迟迟不能有孕 感到疑惑 太后怀疑皇上在做胎药中 做了手脚 皇后身体虚弱 如意便带皇后行亲残礼 皇后十分不悦 苏恋称 只要皇后生下嫡子 这一切便都不是问题 其太医为皇后行针灸保胎 可胎儿仍有下滑之兆 龙胎只有八个月便即将落地